用水培花生豆加小石子固定 已经花根冒芽了 可以种在植栽袋了 植栽袋里的泥土 有一半是田里的土 有一半是有机堆肥 花生喜欢排水良好的砂质土 用植栽袋排水比较好 加上有机质堆肥 让土质较疏松 也比较好收藏 这是35×25公分的植栽袋 适合种花生 植栽袋泥土砖八分买就可以 开发期在家土立于果实砖进土里 种的时候根的部分埋入土里 牙的部分露出土平面 小心根不要弄断 它的根据根据它原来的样子埋入土里 不要弯曲了也不要折断 每个植栽袋 中约三颗土豆仁就可以 这样空间够它生长 从透明的罐子水培花生仁 可以观察到它的根系是很长的 所以松土的深度要20公分以上 5、6天之后 足迟明显的再持续长大 花生最好要培土 其作用是收短果真与地面的距离 使它果真早进入土 增加结实率与保果率 在植栽袋里再加上土 就是培土了 结甲期是花生生长最旺盛的时期 也是需要肥水的高峰期 对临甲肥的需要量 比其他作物的要求更高 另外加一些微量元素 如棚、铁、芯 可以增加产量果实较饱满 叶子已经枯仿了 已经种三个多叶了 可以收成了 植栽袋收成很方便 轻轻敲一敲 拔起来很轻松 不会掉果 第一次用植栽袋种发生 有收成果实也很好吃 但不会满力 会继续实验满意的时候 再多做再分享 分享赐词 谢谢 分享赐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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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赐词